只要有我一日 绝不答应你退婚去别恩怨 常相思虽然把图山景 梅林殉情那段刻画失败 但是越往后看 你会越爱图山景 她说过的会让小妖 依靠一辈子 就真的一直在进行 她被奶奶设计和防风 异应睡一起 她觉得自己脏了 每天洗十次澡 都觉得不干净 本来想给小妖解释 却又始终无法开口 结果小妖去图山府 给老太太治疗蛊虫反噬 竟当场诊出防风异应有孕 防风异应没结婚 都敢当众表露 怀孕之时 自然是有铁证证明 这孩子就是图山景的 小妖没有任何波动的离开 图山景对小妖愧疚至极 看着小妖不生气 她心里反而高兴起来 然而小妖回到神龙山 就气得吐血晕倒 有枪炫的悉心照顾 才勉强恢复了生机 但枪炫很快 也进入事业的关键时期 轩元王在儿子的挑拨下 来到中原巡视 中原从上到下人心惶惶 轩元王的狠辣手段 中原人并不认可 所以多年来中原 几乎都是自己管自己 基本都是以图山景说了算 然而竟有弱水族的人形赐轩元王 而自枪炫母亲死后 弱水再无族长 若木花在枪炫手里 弱水族就是她长都 轩元王立即照枪炫进剑 因枪炫私自养了几万的兵 小妖担心轩元王知道此事 担心枪炫被轩元王杀死 便一直紧绷着神经 然而轩元王召见枪炫时 却只问了她对中原众士族怎么看 枪炫回答 不管是轩元还是中原 都是一家 如果卫军者都把他们当作自己的臣民 给他们谋取利益 带来安定 他们自然不会仇视这样的王权 而枪炫的叔叔则表示 中原有个大士族长势 根本无法让他们真心归顺 轩元王听完 直接把黄卫禅让给枪炫 枪炫于危重重中在中原称帝 此后 中原士族几乎都站在枪炫一边 枪炫也各种娶媳妇联姻 娶了六大士之首的沈氏 娶了鬼方士的嫡女为妃 还娶了神龙士的陈荣新月为王后 甚至在得知小妖和屠山景破裂 枪炫一再跟小妖表示 风龙是最适合小妖的男人 风龙给小妖表白的话 也让小妖感动 风龙保证 以后会让小妖自由自在 小妖觉得嫁给风龙安稳度日没问题 并且只有她嫁给风龙 风龙才会被授予赤水族长之位 这样风龙才能大展拳脚 帮助枪炫搞事业 可在小妖把一切准备妥当回号灵代价时 她却鬼使神差地来了烫青秋 并且当街遇到了屠山景 小妖告诉景 在两个月后即将成亲 景难受制即拉着小妖的手 不想小妖却挣脱离去 景万分担忧 却十分无力 很快小妖便在风龙的盛大婚礼阵事中出嫁 怎料就在夫妻对拜访风被突然出现 阻止小妖成婚 小妖不想让风龙这天之骄子丢脸 想赶走防风被 不想防风被直接暗示小妖欠她一件事 因为当初小妖请求向柳谢蛊虫 她确实答应了香柳一件事 并发了毒誓 小妖反悔此誓言 凡她所喜都将成痛 凡她所乐都将哀 如今小妖不得不跟着防风被离开 防风被离开神龙山 马上便回了香柳 她把小妖带回了清水镇的回春堂 小妖也见到了桑田 七十多岁的桑田虽然老了 但儿孙满堂 小妖也从桑田口中得知老木他们都安详晚年 小妖最后暴露了自己的身份 夸桑田好样的便离开了 桑田也意识到小妖是谁朝她磕了头 而就在小妖要离开清水镇时 香柳说出的话直接让小妖震惊 香柳坦言是图山景跟她谈了一笔交易 图山景让香柳去阻止小妖成婚 她就给香柳的陈荣义军提供37年的粮草 小妖听到这劲爆消息 震惊又心痛 她让向柳立即送她去青丘找图山景 而当小妖见到景时 才得知景的儿子并不是她 并且景也发现防风异应和图山猴有猫腻 图山景说 虽然防风异应和图山猴表面上看上去非常不好 但图山猴夫人的死确实让她感觉蹊跷的 在图山景失踪的时候 防风异应穿着嫁衣来到青丘图山家 她说身为图山人死为图山鬼 她是图山景的未婚妻 世人皆知 她对图山景一往情深 图山太夫人也让她留在图山家掌管中馈 她想让防风异应辅佐图山景 接管图山事 故而 她精心培养防风异应 绝不同意让图山景退婚 可既然 太夫人如此看中图山景 又如此精心栽培防风异应 对他们俩的婚约更是看重 她为何纵容图山猴和防风异应偷情呢 图山景永远不知道 太夫人纵容图山猴和防风异应偷情的真相多残忍 灵妖图山猴那不堪的身世 图山猴 是当世四大家族之一的图山士族大公子 明明是她护住了图山景 自己的额头才流了血 可是他们的娘亲跑过来 只是关心图山景有没有受伤 对于她不闻不问 明明她很孝顺地给娘亲喂药 可娘亲却让她滚 甚至还说她恶心 明明都是儿子 可她却处处被打压和看低 其实图山猴并不比图山景差 图山景情奇书画比图山猴猴强 可她的灵力修为比图山景高 任何招式一学就会 但母亲一直对她很淡默 不管她做什么都是错 因为母亲的态度 周围人自然也都喜欢赞美图山景 贬损她 她十分努力 几乎拼命般地勤奋用功 想得到母亲的赞许 但母亲对她只有不屑 甚至可以说自小到大 母亲一直在用各种方式打击羞辱她 图山景却不管做什么 都能得到母亲的赞许 俩人长大后 在母亲的扶持下 整个家族的权势几乎都在图山景手中 母亲为图山景挑选了防风式的小姐为妻 却把一个婢女指给了图山猴为妻 图山猴像以前一样 为了讨好母亲 毫不犹豫地娶了她根本不喜欢的婢女 但母亲依旧对她很冷漠 母亲病危时 图山猴服侍她吃药 母亲把药碗砸到猴脸上 让她滚 她是这样说的 看到你就恶心 因为你就是不如你弟弟 你心思误会 性情卑劣 连你弟弟的一个脚趾头也比不上 她不明白 她也是她的儿子 也是她十月怀胎生下的骨肉 手心手背都是肉 为什么母亲如此偏心 母亲去世后 图山猴很痛苦 她不仅仅是因为失去而痛 还因为一生一世 再无法得到母亲的认可 母亲去世后 图山猴开始酗酒 不管谁劝 她都会说世上有个图山景 已经足够 不需要卑贱没用的图山猴 太夫人眼看着这个孙子 就这样废掉了 她不忍心 她要挽救图山猴 她告诉图山猴 说她不是她母亲的亲生儿子 她是父亲和母亲的贴身婢女的孩子 那婢女生下图山猴后就自尽了 因为图山猴和图山景只相差八天出生 所以太夫人做主 对外宣布图山猴和图山景都是母亲的孩子 果不出所料 图山猴得知这个消息之后 不再酗酒 开始振作 太夫人掌管着图山市 她可谓是女中豪杰 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 她想要让图山猴振作起来 有的是办法 太夫人却选了一个最极端的办法 当年图山夫人做主选了防风衣应嫁给图山景 图山猴为了羞辱弟弟 以图山景的身份去接触她 且还救了她 让她情深耕种 当时她以为图山景死了 以为亡人的身份抱着图山景的牌位一路到的图山家 这件事整个大荒人尽皆知都称赞她有情有义 到了图山家后 才发现原来接触自己的不是图山景 是图山猴 心上人还在 所以就和图山猴在一起 也挺可怜的 自始至终都是图山猴的一个棋子 直到最后 他们的奸情被公之于众 图山猴把一切罪责都推到防风衣应身上 防风衣应才知道这么多年原来终究是自己爱错了人 最终甚至防风式家族的人都想将防风衣应置于死地 但只有图山景坚持保全了她 她当时大笑地躺在监狱中 看着图山景 发现自己一直嫌弃陷害的人原来这么美好 才明白自己一生多么荒唐